7月7日,在第八届上海新金融年会及第五届金融科技外摊崩溃上,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找孙国锋指出,今年来,随着金融科技在地方非传统金融业态的发展,中国金融风险高发区域在一定程度上,从传统金融体系转移至非传统金融体系,从中央转移至地方,从线下转移至线上。 地方已成为帮控金融风险攻击战的重要战场,他认为,五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纵向制度变先,反映了央帝之间基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动态博弈,地方政府往往通过鼓励地方金融组织创新,争取配置更多的金融资源。 在中央建立垂直监管体系和明确地方,对非传统金融业态的风险处置责任之后,近年来金融科技逐渐成为地方,非传统金融业态组织创新的重要载体。 出现了P2P网络、股权众筹和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等,多种互联网金融组织形式,对民间资金形成了巨大吸引,也造成了一些金融乱象。 线上非法集资履禁不值,股权众筹跑路频发,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乱批乱设。 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地方金融风险逐渐凸显,纵向上向监管相对薄弱的省级以下区域倾斜,横向上向监管境次形成的监管挖地急剧,不仅增大了地方防范金融风险的压力, 也扰乱了金融科技的行业秩序,最终将会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